这就是中国的设计师们 现在我们就去讨查了 Museum D Design 它就是意大利的工业设计博兰会 我妈妈对车3K是非常成功的众众 因为我小时候,她就是用这家机来养大我 我妈妈讲这个灯比她还老 以前Alessis的洗缸叉已经有这么刺激了 还有一个洞的在这个叉里面 1951年的电影登场 我家里的灯flopster 1955年 都在这里 已经变成是博物馆了 所有家越老的东西不一定越不好 可以肯定跟你们说 这些设计到现在,还是Evergreen 真的是某样能够 我觉得以前设计的是10R的BOSS 到现在目前为止 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人还翻靠着 这些全部家具都是意大利的出名品牌 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有着这个款 在市面上卖着的 Boffi的mini kitchen 1967年的电话 我觉得这里我妈妈看得非常有感觉 因为这些都是她的年代发生的事 这些全都是卡跳的款 也是60年代的 好像这个椅子这样 完全不像椅子 那时候60年代的人可以做出这样的设计 简直是亲妈航空 60年代的时候的设计师不止 家具AdWance Futuristate 他们俩 fashion 鞋子 我跟你讲现在 就是流行这种trend 很retro很vintage的 大家觉得这个灯是很熟面口叻 这是一直在我的影片出现的 我开箱的时候 就有这档灯了 就是1972年的T恤 猜猜这个是什么 它就是那种设计器可以出纸的 这个设计 非常地先进 一点也不像旧东西 因为那时候拍照 不是每个都可以拍到有颜色 所以他们的广告通常拿来用手画的 就是普牧这家 很gay 好像我们说杂志的 就很珍惜这种用手画的广告了 我觉得他们很好 每一个stand都有办一个电话 听听这个确实讲什么 这个设计 哎 好酷哦 这个就是B&B Italian 1981年和我一样 还有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的家居都用很多plastic 那时候是很旺盛在plastic 所以你看到这时候的家居 都很多是用plastic来做的 打字机 1981年 我觉得以前的人非常厉害 你想想那时候 没有Microsoft 没有人帮你check spelling 打错字 一错一个字 都要重新打过整面的字 不是那种unprint就print出来 如果你是70年代的人 你就知道 打字的时候是非常的麻烦 我真的是salute你们 刚刚走过了40年代到80年代的家具 还有很多的product design 觉得这个石棺隧道 令我想到他们的精神 设计师太厉害了 这个Museum有一个很酷的cafe 还有原装家具 还有artic的灯 在对着这个 无锡的花园 这就是米兰展示器的organizer 可以讲他们哪里 无所不在 都是promoter设计 搞不了了 每个museum一定会有的就是这种 塑集了 这里有里面很多设计师的作品 他们的biography 还有他们的project 都在这里可以找得到 里面Bowin的灯 这里也有 因为他们有reproduction 我妈妈说好熟悉 这些东西 不是在里面 博物院里的吗 为什么要有幸呢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们reproduction 如果你一样喜欢furniture 也想读读他们的毛孙 知道40年代到60年代到70年代 80年代的家具的话 这个米兰非常适合你 超过65元 14块2元 我们就是15块2元 如果这里超过大的年纪 就有折扣啦 The Great Animal of Chef Star 问你全世界最大的陆地动物是什么 蚊蚊 什么这里的 最大的动物在海洋是什么 Size OK 原来这里有完答案了 它叫做Lightning in Forest 好美啊 它是真的树和Lightning一起做出来的Lightning effect 好美啊 几个chool典 我置走 我问你 一个问题 我是属什么的 す scor 我是属于你的 啊 我乔 合流 合流 通常去米五線是肯定關不完的啦 現在就跟一般中國精英設計師一起吃個米飯 待會就要去托托納 我有兩張票 原來他的票可以直跌到9月份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米蘭這個米五線的話 P&MOLA這些話給你啦 反正都是浪費啦 因為這個票到9月份了 這個不是阿末儀啊 這是給老人家用的 就好像XMEN這樣 行動不方便 可以控制 幾乎現在中國的地方叫做城中村 他把村變成城市化 讓老人家他們的人容易接觸城市裡的生活 DESIGN PORTONA 這一區就是PORTONA啦 PORTONA就有很多那種廠區啊 很多那種反移會來來去做成Studio 做成Design 做成Exhibition 小新的Exhibition 還有很多很多的Show Room 給大家去欣賞看的 現在我就在PORTONA DESIGN PORTONA 大家好我是一口 現在我到PORTONA DESIGN PORTONA 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PORTONA也是一個PORTONA集合的地方 很多商家很多大的品牌都會在這裡 LUNCHING LET'S GO LUNCHING 謝謝 OK 應該在外面你們有看過一個PORTONA是拉鍊 ZOO 拉到這裡 PACKETCHING很可愛 好像一個證據來找的部位這樣 其實這裡是一個FORTONA的工廠 但是 集合了很多DESIGNERS這裡 擺設一下 又變成另一個Exhibition的Hall給大家 這裡是不是PORTONA一些 的東西啊 衣服啊 鞋子啊 衣服都在這裡 給你看他們的Italian的設計 這一區是PORTONA的一個老師 他們這些的股票 就是他的學生 全部已經做成DESIGNERS了 所有的PORTONA已經在市面上可以賣了 DESIGNERS 這一區就是Russia的區了 100%Russia design 他們每個國家幾乎在這裡都有一個PORTONA 來PORTONA他們那邊的DESIGNERS 給全世界人知道他們的DESIGN有多厲害 FORTONA這個牌子也是做Coffee machine的 它是超過100年的意大利品牌 它做的Coffee machine都是Luxury 比較High End的 很多意大利的BAR都是用的 Coffee machine 叫做E61 好像那種戰鬥機的乳酥 聖宗的第一杯Espresso自己充的 叮叮 這建築都給他們來玩它的肌肉 意大利的那些是天文三公 這Archilex是誰的就是Eleccelex 這場把建築來反轉再反轉 做一些很創作的東西 iCross這個牌子 這拉鍊不只在建築外面 在地面 在牆上都有它的element 有Belgian Design German Design 還有Asia Design的地方 去給你看看 意大利的講究的就是 擺膽玩野 邀請給狗床 把車也搞到很藝術 這是一個什麼來的? 它是一個Outdoor的床 是Belgian Design 來看看這裡 它上面有個玻璃 還可以在這裡 看星星 很舒服的 它的標準管 把用色的木材 做成燈的設計 這個東西真的是很細心 來 CO做到這裡 現在看這個鏡子 看到自己嗎 底層的也非常的細心 它的鏡子是可以 退下來的 看到自己嗎 可以 這裡站就可以用 你做的時候 也是可以用 其實這裡是一個舊的房子 它就是加了一些元素 完全整個感覺就出來了 其實這裡是一個舊的房子 在米南不是只是看意大利的設計師 也有很多國家的設計師 都來這裡參展 例如這一個區 就是泰國 好大這裡 大不大? 這個女孩子戴的眼睛好像好潮流 IKEA應該沒有人不懂它是什麼家具 現在就看看它展示什麼東西 每個人都要聽幾次 他聽得懂他講什麼 IKEA幾次有出聲音的 它聲音還有一個燈 原來它的 SONOS一起融合 大家知道SONOS是一個非常出名的聲音 怪不得它的設計 看這個像SONOS 然後它多一樣都做了一個燈 怎麼說它也是一個家具品牌 現在IKEA都是好智能 都是用一個iPad可以搞完全 不整間價的 燈光,還有Blind 他們要賣相的也是AI的技術 這是SONOS和IKEA COSSOVER的一個燈光加 Ticker 賣179歐元 要8月1號才能全世界可以買到 還可以放bookshelf maximum 3個kg 這是剛才我們看到的speaker 那個上面的椅子 日本人會做的姿勢非常的研究 不要看這個 以為是一個包 他們去哪裡都帶著這個 尤其我們在外面的時候說這個 木的椅子 做太久不好 打電腦啊 長時間做的話 這個是對於生理非常好 而且他們有拿過 Juman Design Award 2019 厲害 在米蘭的展示範圈 真的是日絕上的享受 學到很多東西 拿到很多idea 其實義大利的人 就是10個人 整個都是設計師 如果大家是想看最新最潮激運的東西 不妨拿來米蘭的展示範圈 好了,我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請按讚和分享出去 還有評寡接下來 我的Facebook 按CIFRs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的按鈴 那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的影片中置啦 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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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